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怀全球开拓视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张富昌 终多性的情势又再度掀起波澜 土耳其极弱了一架叙利亚的战斗机 两国的关系会不会因此恶化 值得我们观察 而西非几内亚发生了严重的初血涉疫情 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切 而美国和中国两国的第一夫人 展开密切的柔性外交 希望能够为两国关系带来加分的效果 而节目最后 我们还要带您到香港来看看严重的居住问题 首先我们来谈谈土耳其极弱 叙利亚战斗机的后续发展 土耳其和叙利亚在二屠曼土耳其期间 关系相当密切 当时土耳其控制了整个东东 和部分的北非地区 叙利亚是土耳其帝国的一个成员 但是这种数百年的历史关系 却没有为日后的双边关系 打下稳固的基础 相反的不论在经济还是外交政策上 土耳其两国几乎都是不同调 例如土耳其走的是亲美路线 而叙利亚政府则是明显的反对美国 不过在艾尔段总理执政期间 土耳两国的关系曾经一度良好 2011年艾尔段总理 还公开讨论两国的兄弟情谊 但是最近几年两国的关系却陷入了冰点 特别是在2012年 叙利亚几落了一架土耳其战斗机之后 关系就雪上加霜 两国交二之后 土耳其一直站在反抗军侧边 甚至还让反抗组织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设立 作为反阿塞的政权的指挥总部 同时土耳其也冻结了叙利亚政府的资产 截断两国的金融关系 敌对的情况相当明显 在3月22号 土耳其击落了一架叙利亚战斗机 这是叙利亚内战以来 土耳其首度击落叙利亚战斗机 两国会不会因此扩大中途 引起各界的关注 灰色浓烟从山的另一头窜出 一架战斗机坠毁在山坡地 好险飞行员紧急弹射逃生 没有酿成伤亡 叙利亚政府与反抗军 在当地正陷入苦战 托其对政府军开火 让叙利亚当局相当不满 枪林弹雨不服前进 叙利亚拉塔基压省 这几天陷入苦战 而这个靠海城市的港口 就是华武运送出境 销毁必经地区 地理位置相当敏感 不止如此 这个地区还是叙利亚总统 阿塞德家族的发源地 三月中 叙利亚政府证实了 当地国防部队的领袖 希拉阿塞德 也在战火中离难 希拉是阿塞德的堂地 三年来成功抵挡反抗军 在守护阿塞德家族上 占有重要地位 靠近土耳其城市卡萨布 反抗军企图占领边绍站 叙利亚政府派出战斗机 空中追击 却遭到土耳其空军击落 叙利亚外交部声称 这是公然侵略 认为土耳其已经干涉内阵 艾尔段则表示 叙利亚侵略土耳其领空 这是国军强而有力的回应 土耳其总理艾尔段 与叙利亚阿塞德政府 原本就站在不同阵线 土耳其动作越来越大 现在更表示将要出兵 保护叙利亚境内的 土耳其国家遗产 苏莱曼沙赫是13世纪 厄图曼帝国开国国君 厄图曼一世的父亲 沙赫的陵墓 被视为土耳其的民族圣地 陵墓位置虽然在叙利亚境内 但是陵墓的土地是为土耳其 政府所有 但叙利亚内战爆发 开打恐怖分子 越发逼近这个土耳其圣地 25平方公里 只有25人驻守 让土耳其政府十分忧心 土耳其政府表示 陵墓内的军队 已经提升为备战状态 专家认为土耳其不至于投入叙利亚内战 毕竟埃尔段已经因为国内各种反对声浪 焦头烂额 不管事实如何 他的各种言论早就被视为在转移焦点 最近叙利亚北部的战火连连 特别是阿勒坡省的历史古林问题 更引起土耳其高度的兴趣 土耳其会不会以此为借口 积极借助叙利亚内战 值得我们继续追踪与观察 好 接着我们要把焦点 转移到西非的吉内亚共和国 吉内亚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大约有九成左右的居民 信奉伊斯兰教 自从1958年脱离法国独立之后 就以农业和矿业立国 铝矿 咖啡和可可 是最主要经济支柱 但是工业基础还是相当薄弱 使得吉内亚成为世界上 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然而除了这些先天不足的限制之外 另外一个限制就是教育问题 吉内亚的教育很不普及 小学的入学率大约只有50% 中学10% 大学则不到1% 使得吉内亚的文盲率高达70% 这么多的文盲变成国家发展的一大障碍 最近在这个贫穷国家中 却发现了出血热疫情 这是一种无药可医的传染病 被传染之后会发烧 头痛 腹泻 呕吐 甚至大量出血导致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这种疾病的致死率可以达到90% 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 目前至少造成59人死亡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 最近的疫情有扩散到 临近国家的趋势 引起各界的关注 老百姓闻病色变 皇房不可终日 这种让西非国家之内 荣罩在出血热阴霾的瘟疫 经为生物专家确认病原体 证实是恶名昭彰的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 1976年发现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它借由人类体疫或组织的接触 来传播开来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感染伊波拉的患者 十人里有九人不治 因为伊波拉出血热 没有代言者阶段 会快速致人于死地 伊波拉病毒只侵袭灵长木 例如猿猴与人类 感染后会出现发烧头痛 腹泻呕吐等 最严重会让人体器官大量出血 造成患者多发性器官衰竭而死 由于致死率极高 因此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认为 伊波拉病毒是最可怕的潜在生物武器 日本奥姆真理教领袖 就曾在1992年率中到肝果 想获取伊波拉病毒 要用来当作大屠杀工具 最后是失败了 这更增添伊波拉病毒的恶名 即使当代科学昌明 医学界却始终没有能治疗 伊波拉出血热的药物或疫苗 连疫情根源违和 公卫专家也莫衷一事 几内亚首都发生伊波拉疫情 病魔短短一个夺月 带走至少59条人命 不仅首都康纳克利成为疫区 南边的邻国狮子山已沦陷 当局治疗之余 加强卫教宣导 国际医疗机构 无国界医生组织 派计运送医药与防疫器材到几内亚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是在疫区设立隔离机制 严格管理人员进出 由于疫情似乎从南部森林传出 几内亚政府呼吁人民 不要猎食邻里的动物 也应该避免碰触动物死尸 唯有注意个人卫生 才能将染病的风险降到最低 希望这种可怕的病毒 能够尽速被控制下来 好 接着我们来谈谈 美中两国的第一夫人 如何展开他们的柔性外交 第一夫人的身份是很尊贵的 因为他们的先生是一国之尊 是最有权势的人 因此第一夫人的举手投足 往往是美光灯的焦点 一般而言 第一夫人具有时尚风向球的功能 他穿什么 用什么 吃什么 都很容易变成一般百姓模仿的对象 不过除了引领时尚的功能之外 其实第一夫人还扮演着柔性外交的角色 因为从实践经验中 我们观察到第一夫人 有时候受邀出国访问 有时候随着先生出国访问时 所到之处都受到相当的礼遇和欢迎 而他们所参加的活动 不外乎是看看画展 访问孤儿院还是到学校 和小朋友们谈谈教育的问题等等 这些活动主题都相当柔性 而有别于硬邦邦的政治 经济和外交问题 因此这种第一夫人外交方式 通常可以营造出一种温和友善的形象 而有助于改善当地国 对于该国的观感 现在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正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 而产生剧烈的碰撞关系 因此美国第一夫人 溺血而防问中国大陆 而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也以东道主的身份 亲切陪同蜜雪儿 两位第一夫人密切互动 希望能够发挥柔性外交的功能 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美国第一夫人密雪欧巴马 3月23号仿中行程第三天 与女儿同游长城牧田玉景区 一路某女三人有说有笑 成功谋杀各家媒体的底片 逆雪儿欧巴马手上握着操控机器人的开关 要大家紧急后退 美国第一夫人展现幽默 轻轻松松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美国第一夫人拿起毛笔写书法 也不落人后 能动能静 能闻能武 下一分钟美国第一夫人 脱下黑色的背心左右开工 与学校老师打桌球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笑称 当初美中关系正常化 也是依赖乒乓外交才得以达成 美国第一夫人 米雪儿欧巴马带着母亲和两个女儿 落落大方走上红毯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对面 不过米雪儿欧巴马此行 刻意避开敏感的政治议题 把重点放在教育层面 为这次的出访定下基调 美国官方表示 希望祭出夫人外交 让第一夫人用柔软的姿态 为美中将近0.5兆的贸易逆差形式 寻求解套的契机 美国第一夫人的出访 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 首度与第一夫人之姿 在13亿中国大陆民众前 接待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 过去中国大陆领导人的夫人 都极为低调退居幕后 在美国第一夫人欧巴马 米雪儿的首日行程当中 庞丽媛以主人角色全程作陪 代表了中国大陆政治 对于第一夫人的角色重新解释 美国第一夫人单非进行夫人外交 历史已经半世纪 最早是小罗斯福总统夫人爱莲娜 二战期间她担任红十字会代表 因而经常往返于爱尔兰 英国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各大基地 她同时也是第一位单非出国访问的 美国第一夫人 另外包括甘乃迪遗孀 蜂蜜全球的贾桂林 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夫人罗拉 也曾经单独出访中东 扭转了美国在当地的形象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 1995年担任美国第一夫人时 曾经单枪匹马访问中国大陆 并且公开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 这次美国第一夫人 米雪儿单非中国 不在总统丈夫欧巴马陪伴下 进行夫人外交 已经不是第一次 米雪儿2010年就自己单独出访海地 探视地震灾情 2011年访问南非和波扎纳共和国 年届50支天命年纪的米雪儿奥巴马 正在以独特的知性和魅力 在完成柔性外交的使命 美国和中国在国际政治上 即使竞争对手也是合作对象 有太多国际事务需要相互合作才能够解决 例如朝鲜半岛问题 伊朗问题等等 因此中美两国如果能够维持良好关系 那么当然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维持 现在两国第一夫人的柔性外交 预计将有助于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香港的居住问题 香港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 在1100平方公里大的土地上 住了700多万人 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6500多人 是世界上人口密度第三高的地区 再加上近年来香港草房歪风盛行 使得房价不断飙升 一般民众根本就没有办法买房子 而只能够租房子来过日子 然而香港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甚至连房租都负担不起 目前还有好几万人 只能够住在所谓的天台屋 也就是顶楼加盖的房子 这些房子都是违章建筑 香港政府正在强制拆除这些天台屋 但是却没有配套的安置措施 让这些民众感到惶恐不安 若隐若现的摩天大楼 刻画出维多利亚港的知名天际线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 这里是美食家和购物狂的享乐天堂 生锈的铁皮屋顶 油漆剥落的墙面 富裕的大都会里 隐藏着如此破败的小小民居 这里也是香港 却是你我都想象不到的另一面 这些天台屋的住户 必须忍受酷暑中的烈日烘烤 和寒冬中的雨水侵袭 这就是隐藏在香港光鲜表象后的阴影 香港的住宅政策一直饱受抨击 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密度不断上升 2011年已经高居全球第三 不过更关键的却是炒房问题 资金轰台之下 房价节节飙升 目前平均房价高达每平133万台币 但一般三到四人的小家庭 每个月的平均收入 却只有台币11万8千元左右 一家人要不吃不喝将近一年 才能买到一瓶地 质产遥遥无期 民众租屋的比例因此不断上升 从2001年的38% 上升到2011年的47.1% 不过租金也越涨越高 2013年6月 租金指数已经达到153.7 比物年前上升了26.5% 而在社会最底层 挣扎求生的一群人 更是连房租都负担不起 牺牲在老公寓的楼顶 就成了无奈之下的唯一选择 天花板上有着斑斑绣痕 厕所也简陋不堪 不过这种天台屋的售价 平均不到台币40万 实在不能要求太多 59岁的罗阿姨是一位清洁工 靠着微薄的薪水 辛辛苦苦攒下积蓄 买了房子 房价居高不下 而公共住宅又总是功不应求 各种违章建筑应运而生 由来已久 1981年 政府通过法令 禁止在空地上盖房子 人们才改往顶楼发展 1982年 政府又宣布 没有取得建筑许可的顶楼加盖 都是违法行为 潜建其实这个意思呢 在建筑物里面 原本建的时候没有的 之后呢 它就去加建啦 还有呢 政府没有批拼的 它也没有入住的申请 而这个东西 政府就说你违法的 人道团体表示 根据规定 只有在1982年6月之前 入住的住户 才可以选择公屋安置 或是领取补偿金 资格不符合的住户 就只能得到补偿金 根本不购买新房子 政府要取缔违建 却没有合理的配套措施 入市族群的居住权益 实在没有保障 来到摩天大楼林立的商业区 大饭店的户外餐厅 无疑是极度奢侈的空间运用 对照天台屋 涌击窘迫的生活环境 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根据联合国的研究 香港是全球贫富全疏 最严重的先进地区 如果以全香港 收入中位数的一半 作为贫穷线 香港的整体贫穷率 高达18.1% 贫穷的情况 在65岁或以上的长者中 尤其严重 甚至高达将近34% 而这些底层群众 就住在天台屋 板房或是龙屋里 恶劣的生活环境 令人触目心惊 难以想象在富庶的香港 还有大约10万老人 妇女 儿童和低收入户 过着这种生活 讽刺的是 2012年 香港还被著名的 经济学人杂志 选为全球最宜居城市 事实上 诺大的都市里 却没有这群小人物的 容身之处 政府一句话 就要拆掉 他好不容易建立的家 但是何去何从 却没有任何答案 原本攀附在 社会边缘的弱势族群 就这样被挤压到 更黑暗的角落 牺牲居住正义 成就都市景观 再美也是枉然 全球视野 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